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2002年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曾經做了一個史上100位最偉大的英國人調查 結果英國人認為 莎士比亞是百位名人中的第五名 今年是莎士比亞生日450周年 而且再過兩天4月23號就是他的生日 全世界都在演他的戲 今年高雄春天藝術節也即將演出 馬克白后傳和威尼斯商人 我們今天邀請了藝術節的策展團隊 陳少元來介紹精彩節目 少元你好 慧玲好 各位意想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年其實是高雄春天藝術節的第五年了 其實你們過去創了很多很厲害的紀錄 不簡單 但是其實這非常難得 從七年前就開始在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高雄需不需要有一個國際藝術節 那到前五年就是第五年五年前的時候 因為高雄世界運動會一次這麼大的盛會以後 大家發現高雄其實有這樣子的實力 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從2010年開始我們就舉辦了高雄春天藝術節 希望透過一座城市的名字 來做一個國際性的藝術節 讓世界走進來高雄也讓高雄可以走到世界 那曾經我們也創下一個我們自己覺得很驕傲的紀錄 就是一個藝術節做到瞬間秒殺 就是在我們去年邀請到賈寶玉 也就是林一華導演導演的作品 還有由何韻詩來主演 他開賣27分鐘5000張票搶完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售票系統應該 也不進去就壞了 當機 聽說我們創下了近10年來 頭一次把2000元售票系統弄當機的紀錄 但其實非常感謝 因為整個台灣有非常多的朋友 願意支持藝術節 我們前幾天開完故事實況的記者會 林懷銘老師在記者會裡面就很開心的說 你看看連我都要買票去高雄看 這是曾幾何時會發生的事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朋友 都到高雄來看演出 那我們其實也繼續努力的這件事情 今年高雄藝術節有哪一些 你覺得還蠻值得推薦的特別的作品 好 其實我們每一年在做藝術節的時候 我們有幾大部分 那這幾大部分有第一個部分 是我們的國際策展 因為高雄春天藝術節 它其實有一個功能 是希望能夠讓很多台灣團隊的節目 可以來到高雄 那團隊節目來到高雄 最怕的就是票房壓力 所以我們會透過藝術節 所擁有的洗銷資源 來協助這些團隊 所以我們會有一塊是國內節目 那第三塊就是高雄在地的節目 在高雄在地的節目這一塊 我們希望藝術節搭起一個平台 在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整合更多高雄在地團隊合作 發想出更多的創意 讓每一個團隊都可以提升 來做更多不同的節目 那在國際策展的區塊 今年走到第五年 我們大膽的嘗試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獨立策展 其實我們每一年都是獨立策展 我們大膽地做了四個亞洲獨家節目 那這四個亞洲獨家節目都非常的棒 包含剛剛主持人有提到的馬克白後傳 那其實我們也特別邀了B.R.T. Jones B.R.T. Jones先生的類伴智壯士的作品 叫做故事時光 同時我們也找了兩個很可愛的節目 一個是天堂大酒店 它是一個面具的偶戲 那它的徒弟的節目 在去年的台北藝術節有來過 安德魯與多利尼 沒有錯 這個節目呢 它票房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大膽地把它的師傅團 也就是德國的佛洛茲劇團 邀請到高雄來演這個天堂大酒店 那到目前為止票房也非常的好 那最後一個是我們希望能夠在藝術節裡面 持續做兒童藝術教育的推廣 所以我們找了加拿大的瞬間劇團 它做了愛麗絲夢遊仙境 這個很棒的作品 那這次國際節目的部分 我們做了這些亞洲獨家的節目 那在國內節目的部分呢 我們找了幾個非常經典的節目 他們也都會在高雄做呈現 像已經演完的 由布拉瑞朗所編創的找路 原舞者一個非常棒的作品 那票房也不錯 我也在高雄獲得很大的迴響 好 我有一個住在高雄的朋友 其實住在高雄的朋友都會很驕傲的 跟台北的朋友炫耀說 你們台北一天到晚都在下雨 我高雄天氣超好 而且你們好像還辦了一個露天的音樂會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其實每一年的高雄春天藝術節 它都用這個活動當開頭 它就叫做草地音樂會 但其實我們自己非常惋醒一件事 就是這五個字 我們沒有先拿去註冊 因為現在全台灣都有草地音樂會 草地音樂會 對 不管是在宜蘭在哪裡 然後中間有一個巨幅螢幕 這巨幅螢幕比你在 IMAX 看到的螢幕還要大 然後同時會有影像在上面播放 現場就是百人樂團 百人合唱團 一起來演奏音樂 那今年我們把主題再拉回來電影上 其實我們每一年都會有一場是做電影的影音腳響音樂會 曾經我們做過魔戒全版的電影 從頭播到尾 然後音樂是現場的 那我們也做過賽德克巴萊 魏德森導演特別幫我們把這麼長的賽德克巴萊 剪成90分鐘 然後搭配何國傑的音樂 重新做詮釋 在現場演出 而且還有歌手現場唱歌 所以那時候羅美玲 林慶台等等都來唱歌 那今年我們把他的格局在思考改變的比較不一樣 就是第一個我們做的是提姆波頓的影展音樂會 以提姆波頓這個導演為概念去做策展 這位鬼才導演 對 這位鬼才導演的非常多精彩的作品 像愛著花 剪刀手 地獄 新娘 還有到後來的魔鏡幻遊 也就是愛麗絲夢遊 仙境 他的所有的精彩的影像跟音樂 把他結合在一起 就一步一步用精華的片段呈現 然後搭配他的主題曲 而且提姆波頓先生 他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手稿 因為這個演出也是他頭一次 有這樣子的影展音樂會在亞洲做演出 所以來看到的觀眾都看到了 蝙蝠車的手稿 大家嚇死了 然後魔鏡幻遊的手稿 那第二個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節目 它叫做Majig Moment 魔幻時刻 好萊塢魔幻時刻 我們把它裡面的一部電影 特別再拉出來 所以我們的名稱叫做 哈利波特 與十大好萊塢經典電影的 魔幻時刻音樂會 那其他裡面不是只有哈利波特 它還有迅龍高手 等等很多精彩的作品 然後也是一樣片段精華的演出搭配音樂 然後這一個作品它其實只在維也納眼 所以這一次他們的團隊能夠來到亞洲 他們也非常的驚喜 然後來到高雄他們看到演出以後 他們嚇傻了 他們說這就是像我們在海德堡公園 在很多中央公園 留意中央公園 一樣做的那種音樂會一樣 然後人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現場很大 所以大概都是六千到八千名觀眾 而且大家席地而坐 在草地上 真的很像在海德公園看演出的感覺 而且我們草地音樂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希望觀眾透過草地音樂會 喜歡上表演音速 所以居住非常的少 我們還可以吃 還可以喝 就是你真的可以在那邊野餐 對 沒有錯 然後放鬆地欣賞 平易近人的音樂跟演出 而且我們場內還賣酒 我們場內有輕食 有紅酒 當然我們會鼓勵大家喝酒 就不要開車 不要過量飲酒 但是就是 這個真的好適合高雄 而且高雄的山樂 其實它是非常舒服的 當然氣候在變 可是很幸運的今年的三場 草地音樂會都很溫暖 大家就和風徐徐 然後從黃昏開始野餐 然後晚上音樂會開始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全家大小 一起來 他們甚至連冰箱紅酒杯都帶來 這個才叫做享受藝術跟生活 對 然後我們很希望 這麼親近的方式 可以讓他們卸下 其實我們常在說 我們做草地音樂會是在解放 解放廳堂 不要讓大家覺得這一切這麼嚴肅 因為大家還 在高雄其實還有一些人 會很緊張說 我能不能穿兩鞋去看演出這樣 其實每一個城市大家都一樣 還是會有這些頭一次的畏懼的觀眾 那我們希望他們的第一次都是 美好而且舒服的 對 那明年的草地音樂會 我們相信我們會繼續這樣做下去 所以可能觀眾朋友 大家在台北或在其他地方 跟高雄比較不熟 那現在你知道了 你一定要期待我們明年三月 也是這麼精彩的草地音樂會 會一起翻下去 你現在就在為明年三月做準備了 一定要 因為我太喜歡 我們自己的草地音樂會 雖然我們每一年都在那邊跑山 跑得都覺得好累 但是都還是很感動 其實我去英國看的時候 現場的英國人一直在笑 因為他們都感受到 他的諷刺跟暗語 他們知道 因為其實這個作品裡面 講到的一些人的野心 跟一些國家之間的鬥爭 是跟線下的台灣 也有這麼一點點關係